近期,塞尔亚亚时事举办了一场检讨会,全球各地有30多名著名的专家出席了此次的会议,这是一场关于北约轰炸男联盟时使用的平优弹的后果,进行的一场讨论会。 这次会议也真正的为了将北约组织告到了国际上做好了准备,那是一场战争没有经得联合国的同意,便开始大次的轰炸男联盟,并且攻击非军事要地的百姓住宅,导致1700位百姓死亡。 然而当时我国在当地驻扎的大使馆,也遭遇了袭击,致使我国三名记者被害,这次战役是由美邦一手策划的,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欧国家四分五裂,在战役中使用的平油弹导致所波及到的地方的人民,都开始患有白血病,就连出生的新生儿也没有逃过,出生时就带有先天性的残疾。 然而这一切的线索,都指向了当年的那一场战役所投放的物理带。 在去年时,就有人委屠全球律师,对那时参加空袭的19位成员提起诉讼,这一诉讼得到了世界上120位专家的支持。 这里不单单是只有无辜的百姓遭受的伤害,就连当时的北约成员里面,也有人在这场战役后,一个个都离奇的去世了。 其实,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美国就开始不停的实验这种弹,并且也就只有他们把这个有害的,投入到了实际的使用当中。 其实平油它本身是非常安全的,它的放射性是无法穿过人同人体的皮肤,但是当它爆炸时,释放出微尘,微尘被人体吸收以后,就会造成放射性的伤害。 所以,近日这一场会议,被世界人们称为是正义的会议,是在向全世界昭告,正义从来不会缺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对,对吧。 谢谢观看